Saudi cup 绵软蓬松的汁烂饼皮裹进香甜清新的斑兰酱 还得是这个斑兰小甜饼 比起传统做法的椰子卷更让我爱不释手 制作它只需要准备好屏幕上的食材 干椰子的用法是加水和少许盐浸泡后入锅蒸软 当然用新鲜椰肉口感会更棒 深的斑兰叶炸之前焯水30秒钟左右捞出 可以避免出汁发苦的情况 榨汁也更翠绿持久 我们需要用到三颗全蛋 打发到起绵密的气泡 椰奶中加入适量蛋奶和炼乳调和口味 再倒回蛋液中 面粉和酵母粉这个时候也同时筛入盆中 再来加入斑兰芝搅拌到无干粉的状态 最后过一遍筛碗口感会更细腻 面糊室温静置15分钟左右等待发酵 内馅的部分我们只用蛋黄 加入白砂糖搅匀和椰奶混合 剩下的斑兰芝倒进去 最后是面粉 我们把它隔热水加热 需要不断搅动防止粘底 小火10分钟左右得到一份斑兰酱 接下来煎饼 平底锅刷少许油开最小火 加入一大勺面糊 表面出现气孔的时候 加入一勺斑兰酱 如果有条件放入裱花袋挤出来就更方便了 铺上椰丝卷起来整理成型就搞定了 这样一份颇具热带风情和南洋风味的斑兰小甜饼就完成了 摆盘装饰用到了斑兰叶和禁忌的荷花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你也在家试试吧 我是爱做泰国菜的斑可可 关注我在家实现泰餐自由 我们下次见啦 贝贝